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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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灣地區由於受到微弱封面通過 以及大陸冷氣團南下的影響 所以各地都是越晚越涼冷的情形 那今天晚上之後呢 隨著華南雨區一直到明天白天這段時間 華南雨區東移 所以中部以北東半部地區下雨區率都比較高 連南部的山區都可能會有零星的短暫雨 不過呢 在週二晚上到週四這段時間呢 水氣會迅速的變得比較少一些 只有在花東一帶還有中南部山區會有些零星的短暫雨 那到了週五之後一直到下禮拜一呢 水氣主要是在迎風面的花東一些零星短暫雨 其他地區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的溫度趨勢圖 從趨勢圖我們可以看到 在大陸冷氣團方面一直會持續到週四的清晨 那最冷的時候呢 就在週三晚上到週四的清晨 中部以北東北部東跟東部地區 最低溫度大概是介於11到14度之間 那其他地區是15到18度之間 那週四白天之後冷氣團減弱 溫度會逐熱回升 不過要特別注意 中南部日熱溫差就會相當大 那尤其是在週六週日呢 最高溫度可能會突破28 29度左右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小叮嚀 週二晚上 週二的上半天水氣是比較多 各地越晚越涼冷 那週二晚是週四轉乾冷 那另外就是週二及週三沿海風浪大 以上氣象資料是由中央氣象署提供 謝謝